这个短片的灵感主要来自于我十多年前的一些记忆 那个时候我生活在一个村子里 姐姐在室里面上学 她只有放假的时候才有时间回来 我在村子里当时基本上就是属于那种不怎么说话的人 也没有想过要离开这里 每天就只是到处的闲逛 根本没有什么目的 没有什么目的 会不会打球啊 自己不带球 不带球跑来我们这里打 又不会打球 什么意思啊 休闲 你不想加入我们吗 打球 你不想加入我们吗 咋的 咋呀 还有你牛逼的 打球 可以 是姐姐 呦 上你呢 呦 女朋友啊 啊 女朋友啊 我都学 哦 长大你好看的啊 叫什么 要你管 呦 上了上了 啊 上了上 走吧 我会跟他们玩在一起 他们根本不读书 成立在村子里瞎逛 我让你管 我才能管你 你姐回来了 我刚在村口看见他下车 雨洋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干嘛去了 还 还在这边打球去了 给你的 快试试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你不是早就放假了吗 我放假后和朋友出去玩了 怎么 想我了 我才没有人 看这里 你干嘛 你干嘛 这我刚买的 别弄坏了 哎 哎 给 干什么 你生日礼物啊 别有我不知道 你是怪我没回来陪你过生日 喂 喂 干嘛 晚上啊 晚上我没时间 我在家陪我弟呢 对啊 对啊 反色啊 这边又热 又没有空调 蚊子还多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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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洋 晚上你姐不是在家吗 怎么还一个人在外面乱晃 你不也是一样 你晚上跟我出去吗 去哪里 城里 去城里干嘛 反正也没事做 那去城里又能干嘛 我要是去了城里 就不会再回来了 你有钱吗 你拿着钱 不用你管 你跟我去不去 晚上我姐在家 喂 干嘛 晚上啊 晚上我没时间 我在家陪我弟呢 对啊 烦死了 这边又热 又没有空调 蚊子还多 我 那你没事 我弟跑出去了 谁是你女朋友啊 我还没答应你呢 为什么要告诉她呀 行到时候再和你说吧 站住啊 干什么 给我 快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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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哟 拿不到我 哎哟 好气哦 你去哪儿 怎么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现在不回来 再也不远去敷衡了 我为什么不回来 我不愿回来 我知道 你不喜欢这里 我是不喜欢这里 那又怎样 你难道想一辈子待在这儿 我不用你管 我是去镇厂买点水果 等下就回来 来 给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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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 拿不到我 你在干嘛 你今天给他们给我钱 妈 不管你说 放开他 你金都没有 钱呢 拿给他 给我 哎 不管你的事 给我 哎 哎 哎 没事吧 来个晚上 哎哎 那天晚上 我以为姐姐真的去了城里 就没有再出去找他 直到第二天早上 一群人跑过来告诉我说 姐姐的尸体被发现躺在草地上 那个时候 她全身已经变得僵硬了 嘴巴里也爬满了蚂蚁 在那之后不久 我就离开了这里 再也没有回来过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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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